台湾艺人高以祥11月27日凌晨在宁波为节目《追我爸》录影时发生新原性处死 高以祥的遗体29日已经在杭州殡仪馆进行防抚手续 预计最晚12月2日运回台北 高以祥身前的老板王军29日上午带着相关文件先回台 以便后续程序进行 30日下午王军忍不住爱痛发文 称人家那么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们却把人家的宝贝弄丢了 令不少网友也看得十分哀伤 而高以祥身前的助理兼执行经纪人29日也在微博中发文自责 写道没有别的就只有对不起 治理行间流露着无可诉说的伤痛 另外11月30日 有网友曝光了高以祥录制当天凌晨倒地后被抢救的现场视频 爆料者称 他是在26日晚上8点半到达节目录制现场负责外围的工作 而从视频内容可见 当时有很多工作人员围在倒地的高以祥身边 爆料者还表示这个真人秀节目太残酷了太拼了要求太严格太苛刻了令一众网友看得相当心碎难以从偶像离世的悲痛心情中释然 而30日当天也有消息传出 只包括总导演 总制片等追我把主要负责人都已被辞退或将面临全员追责的情况 此外因此次事件 未来运动类型的综艺节目在拍摄前都将接受审查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